詞曲 李宗盛 我說我看到什麼 我覺得 因為 因為你現在不讓自己從這個自責當中走出來 是為了怕你如果接受這事情的無奈 你會失去鬥志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下 如果你知道你在做什麼 然後你周圍有足夠的支持 那麼你就做你想做的事情 讓你可以心安的事 Amy老公是今年三月過世 然後他們是在一起三十年 老公是廚師 大小事都是他在做 老公有拖地煮飯 也算疼他 而且Amy姐去哪裡玩他都不會管他 只要他有回家就好 OK 真鬆 對啊 Amy姐的老公是從一個小車禍 開始身體陸續出現一個問題 聽說那個車禍是斷了骨頭對不對 對 多久的小腿骨 斷斷掉 對 他去年的是 然後今年三月六號住院 七號開到 本來想說三十天就可以 就可以出院了 然後十一號就開始發生 十八號的時候 我也不曉得 反正我跟我先生還在聊天 後來他說他呼吸不順 我馬上去叫護士 那時候就馬上跑三個護士過來 然後就用涼血氧 他學學海洋 學洋量 然後三個護士又馬上跑出去 找大夫來 找大夫來 用五個護士過來 然後就把裡面的病飯全部清空 包括我 把我交到外面去 再結婚之後他跟我講 你這個要去加護病房 他可以得到更好的照顧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緊急狀況的時候 的確在加護病房裡面各種設備什麼是比較好的 因為病房沒有辦法 那到了加護病房之後 多久走的 十七天 然後下去的時候 病院就叫我簽名 要查館 結果完全不能講話 這個人是扭曲的 那種扭曲 你不知道那種有多痛 然後我就說好 我說話 我說你搖頭疊頭就好 是 我說你要我救你嗎 他就搖頭 然後我說 你要放心救你嗎 我說我心裡想你怎麼這麼恨心 我說能救我就要救你 為什麼要不要救你 那所以後來 你是遵照他的意思就對了 沒有 因為他小孩子也不同意 他說我能夠救爸爸就一定要救爸爸 所以 那你跟我講話機會都沒有 就連開口的機會都沒有 那你自責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是我把他送到加護病房那邊 是我推他下去的 是我簽名的 那你不送他去加護病房之後 他可以怎麼樣呢 他還可以跟我講話 可是他下去的時候就不能講話 馬上不能講話 所以你認為 先生的過世是因為進加護病房嗎 是因為我照顧的不好 如果是我直接照顧好的話 他不會啊 所以其實他內心的一個自責是 是他現在很憤怒 更深的因為之前都是先生照顧他 比較多 如果按照他之前講的那個 拖地啊煮飯啊什麼的照顧你很多 所以你其實你的自責 是你覺得你沒有照顧好他 我覺得很多都做得不對 都做得不對 那我想問一下說 你打算這樣子自責到什麼時候 你有沒有一個期間 我現在在外面是很很開心的 我在外面是給人家很正能量的 因為我不喜歡 你哪裡來的 你忘記了 今天可是外面 我現在沒辦法 我現在在講了 簡直是嘛 我一定要把我的這個 所以你現在把我們當家裡面就對了 沒有把我們當外面就對了 你們都是我家人啊 那我素素苦 那我心裡說一說吧 我現在就找一個 找上工作的 就做五個小時 可是我每天我覺得都好累 我不知道我在累什麼 我覺得那工作很輕鬆 可是我還是好累好累好累 後來就躺在那邊 要出去我就懶得出去 連朋友到 我們走走路 我不要走路 那我們去游泳 我不要游泳 其實他不容易 他還可以出來做五個小時的工作 對不對 因為我都是在廚房裡面 因為我不會出去見人 對對對 我也見不了人 那你打算 你打算自責多久 你也有時間 你有想過嗎 一年還是兩年 因為我還有一些事情 事情解決了 我就把自己釋放出來 我就會走出來 因為我自己三個 跟小孩子說好 事情解決了 我們就是三個 我們三個互相鼓勵 我們都很鼓勵 我跟小孩子 都互相鼓勵 你要加油 這對醫師要補充 我說我看到什麼 我覺得 因為 你 現在 不讓自己 從這個自責當中走出來 是為了怕 你如果接受這事情的無奈 你會失去鬥志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下 如果你知道你在做什麼 然後你周圍有足夠的支持 那麼你就做你想做的事情 讓你可以心安的事 但是我比較擔心的是 你最後當你發現說 其實這事情真的是一個無奈 現在是沒有任何人可以做得更好的時候 我怕你突然間 那個重量下來的時候 所以 我想可能 我們還是希望能夠陪伴你做一些心理的準備 那麼你要記得 當你的 這個戰鬥完成 或你突然看到說必須要接受的時候 你要記得 你已經繃緊很久了 你累了 那個時候你要告訴自己說 你不是那麼強大的人 好嗎 我還是講說 這種失落變成另外 用一種攻擊來轉移 其實這個 你最後是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失落的 你要回到這個失落來處理 那我們最後給你 你們要給機會還是命運 我要給你好運 哈哈哈哈哈哈 給你力量 那在我們的這個 音樂生結束之前 你要做出選擇 好 請選擇 我叫好運 你一定要做出好運來喔 就是 如果我們再從頭再看這件事情 嗯 知道 如果我是你 嗯 我一定要好好收 好好收集一些 我跟他的收穫 在這一輩子 我不會把任何心思 放在別人身上 我也不要去抱負 我也不要去埋怨 我要趕快好好收集 我跟他的點點滴滴的好 你只有一直收集 才配得上他的你看 好 我這麼會這樣 好 我沒有收集 我收集了好多好多 就是純收集 我的手機 也是我先生的 他最帥的時候 他終於笑了 他還穿粉紅色的衣服照相 我把它放到我的手機 外面那個 妳知道 妳知道 妳從現在開始 我每天 妳現在只要 我上班了啊 妳從現在開始 分分秒秒 都想這些美好的事情 把它塞得滿滿的 Amy 我們雖然都是第一次見你 可是我們都給妳滿滿的祝福 祝福 當妳遇到了很大的創傷的時候 有時候呢 有時候妳會很生氣 有時候會生別人的氣 有時候會生自己的氣 當這種生氣的感覺 如果延續的很長 延長到妳都覺得很難受的時候 然後呢 其實有一個方法 可以幫助妳去釋放這個生氣 這個方法就是 妳要快速震動妳的身體 然後妳要告訴自己 把手放在自己的心上 對自己承認 我現在很生氣 我生誰的氣 我生我自己的氣 或生很多什麼人的氣 然後妳可以用 快速震動妳的雙手的方法 去把那個氣 把它釋放出來 大概一分鐘 兩分鐘 那今天呢 我們的這個個案Amy當中呢 他還遇到了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情況 就是跟親人分離 這個親人過世了 其實我們在神秘學裡面呢 我們有一個方法 為過世的人 為往生的人 帶一個很好的助导 妳可以把左手代表妳自己 右手代表他 雙手合十擺在胸前 妳會感覺到呢 這個人的靈魂 他的情緒 這個愛是永恒存在 而且圍繞在妳的身體裡 妳靜靜的在這樣子的感覺裡面呢 五分鐘 妳呢 也能夠 心領神會的感覺到 他現在過得很好 而且妳的情緒跟悲傷 也能夠得到很大的釋放 這是非常有用的方法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